王嘉尔越努力越幸运,从练习生到导师的蜕变 最近微博热搜不断的偶像练习生一度成为网友们的饭后加话,引发高度关注 为了更好的帮助练习生们,节目组选择了四位在韩国有过练习生经历的艺人作为导师,王嘉尔就是其中的一位,担任Lap导师 王嘉尔从练习生到偶像如今成为导师,这一路走来,我们一起来走进他的世界,看看他是如何托变的 获得斯坦福大学offer文武双全的他 王嘉尔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爸爸是前中国著名剑客及前香港基建队总教练,本来打算沿着爸爸的体育之路继续前进,他成为了一名基建运动员 17岁时,他就摘下亚青赛男子17岁组配件个人金牌了,是被演艺事业耽误的奥运冠军没错了 本来应该继承爸爸体育事业的他,在2000年做出了重大的决定,他向父母表示他想要成为一名歌手 这一年的时候,他在准备伦敦奥运会,大学也收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offer,获得奖学金和学位 文武双全的他是父母的骄傲,但是随着他被星探发掘,练习生还选通过后,他的人生方向开始改变了 文里嘎嘎孩子抱起2008年就有公司来找过他了,但是父母觉得是骗人的,王妈妈还对他说 你别去,把你绑架,切开你的肉把你卖掉,我们家家被解碎了,不好 嘎嘎的可爱看来是随妈妈了,哈哈 父母得知他想要做歌手,开始都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是嘎嘎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为什么不能尝试些新的东西,他不想后悔 就这样,他离开了香港的国家基建队,放弃了奖学金和斯坦福大学,甚至放弃了代表香港参加伦敦奥运会的机会 只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虽然惋惜,但敬佩他的勇气 找到自己人生新方向的他 So,2011年的时候,嘎嘎前往韩国成为Tip旗下的练习生,开始了他的异国练习生涯 韩国的魔鬼师训练,近来大家也都有所耳闻,竞争十分激烈 也有人为了每周的考核成绩,不择手段为自己排除障碍,暗算同期优秀的练习生 什么往鞋里放图钉啊,靠河前踢伤膝盖啊,比比解释 异国的练习生也经常会遭人排挤 嘎嘎某采访被问到做练习生时有没有被钱被欺负 王家尔心酸坦言没有被欺负,就是人家连欺负都懒得欺负你 这回答Neal令人心疼了 初到韩国,嘎嘎不懂韩国的一些所谓的练习生制度 和练习生前辈一起去澡堂洗澡被前辈莫名其妙地打了一巴掌 他当时傻傻的以为这是韩国的一种文明,是一种打招呼的新方法 这时候嘎嘎才17岁啊,心疼 在一次综艺中,嘎嘎提起此事 主持人认为有可能是由于开心对方才会这样 但是现在嘎嘎并不认同自己以前的想法了 如果是开心为什么打那么狠,并且是双方第一次碰头 在一国台乡为了梦想努力练习的他 吃了多少苦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都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一边流泪一边努力 嘎嘎更自爆说自己练习生时期每天16个小时的训练 作为一个外国人在韩国训练,很没有安全感 搞不好就被遣送回国了 很容易被选进来做练习生 同时也很容易出去,要想在这个圈子生存到最后 就需要你把你擅长的东西发挥到极致,拉到最长 嘎嘎还爆料自己在做练习生的时候不被重视 跳舞或者rap的时候也会被别人笑话 会被人家看不起 但是为了自己的梦想他都挺过来了 他知道自己现在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除了继续向前之外,他没有退路 作为当红爱豆的他 在经历了两年半的魔鬼训练后 2014年刚好20岁的嘎嘎以男子 组合GOT7的成员身份正式出道 出道后,红爱豆作品邀约通告不断 但嘎嘎也仍不忘初心 为人谦虚努力做音乐 他从来不觉得自己火了 对练习生时期的训练感恩 他说如果当时没有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 就不会有这么多机会可以做音乐 或者友好的想法去创作 更是爆出巴比龙就是起早的时候来的灵感 阳光帅气加上自带普通话 笑点的王可爱 收获了大波尼妹 佳尔也是实力充分的 橘子的同事之前采访佳尔时 佳尔被一大波尼妹围住拍照 同事就被挤到了后面 佳尔看到已把他拉过来合影 真是太暖心了 别问我同事几天没洗手 也就一两年吧 哈哈 担任RAP导师严肃认真的他 其实当佳尔知道自己受邀担任 偶像练习生的RAP导师的消息时 他一开始觉得自己做可能不适合 现在自己的这个阶段去教别人什么 但出于自己同样经历过练习生的训练 觉得可以分享很多自己的意见和经历给他们 让他们能少走一些弯路 于是接受了导演组的邀请 作为导师 他是严肃又认真的 他说 每个导师的意见都不同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是很勇敢给意见了 我经历过这些东西 我知道他们会很在意也会很认真的去听 就好像我练习生的时候 我的每一个老师前辈和我说我都会认真的去听 而且不断的去想 所以我觉得你不说才是不帮他们 说才是帮他们 在别人看来这可能只是一个综艺节目 但是对他来说 这一百个人的梦想 一百个人的命运 他希望通过节目看到练习生的热情 如果自己喜欢的话 人家不逼你去做 你自己也会想去做 偶像练习生播出期间 有网友说王嘉尔改变了自己的人设 对于自己之前的搞笑担当的人设 嘉尔表示这真的不重要 不可以拿人家的梦想开玩笑 嘉尔表示 如果是综艺我可以哈哈哈哈 但是这是比赛是别人的命 认真起来的嘉尔也是帅到爆 在偶像练习生的专访中 嘉尔表示自己最后悔的事 就是在练习生的时候 没有把每天训练的16小时把握好 很多时候因为太困太累睡着了 或者做其他事 出道以后的行程排得太满 没有很多时间去练习 出道以后展示给观众的就是自己在练习生时期磨练的那把刀 王嘉尔 王嘉尔从练习生到偶像再到如今的导师 越努力越幸运 在此举止向全世界安利这个文武双全的王可爱 哦 王美丽 勇敢地选择自己要走的路 努力追梦 且实现梦想的 她是我们的榜样 最后送Jackie宝宝们一个可爱的王美丽 果然长得好看的人是可以随意男女转换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